你看从它进入到现在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 说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呢 什么原因造成了呢 咱们这期节目得给大伙好好分析分析 咱们先看一些外在的原因 现在钱贵呢 北京这家停了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实在负担不起租金了 这租金太高了 我们的每天的收益从2009年开始就下降 由原来越盈越额充到500万 现在变成了200万不到 然后每天来唱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收不上来多少钱了 付不起租金了 因为KTV这个行业租金是个特别重要的事 为什么呢 KTV往往都是在一些繁华地段开设 为了它吸引客源 另外呢 KTV这里需要包厢 包厢太小了 显得不上档次 同时大唐 它还占很大地方 所以这个租金在现在 商铺价格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它这租金水涨穿高 而你这边收益却下降 没多少人来 那你说时间长了 能不慌吗 在一个这些地方 往往以高档装修 吸引顾客 还有很重要一点 这些年我们越来越讲究版权了 原来钱贵里头5万多首歌 你随便挑 新歌老歌都有 现在这些年出现的歌 包括老歌在追究版权 新歌在强调版权 你在这里边放 你得给人钱 所以歌曲的版权费用提升上来了 所以这些五行间都成了压在钱贵头上的一笔非常大的成本开始 不仅仅是钱贵 其他那家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的租金大概六七块钱 这只是三楼 一楼贵一些 一楼十三十块钱 我们这家店现在一二楼已经退给业主了 我们只进行三楼 所以这我说的一个租金成本的问题 这是现在造成这个钱贵几乎要集体退出中国大陆 一个外在的重要原因 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 我们想呢 中央的八项规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就是用公款来请大家吃歌 唱歌 不光这个启事业单位 也有很多用公款来进行这种消费 搞大协宴会 搞年会 在这 就那个时期 钱贵和其他卡拉OK的部门 收到的这个钱 现金里头 除了这以外 还有大量的支票 就是甚至有当时 这个整个大的KTV 相当大的收益来自于公款消费 现在八页规定下了 延了 这种消费没了 所以对于钱贵这样的龙头的KTV企业 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两个 这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原因 但是绝不是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现在还有很多新的消费者 进去 一样能弥补以前消费的损失 现在是消费者日趋减少 感觉好像两三年没有去过了 应该不能去了 现在玩的地方挺多的 桌游挖啊什么的 就是玩东西多的 KTV那些地方好像很少去了 现在好多KTV也都关门了 或者说服务质量 我感觉可能没有以前好 其实用我们话来说 就是70后80后 是钱贵消费的主力军 还稍待一部分60后 到里边呢 唱歌都能分出 一听你唱什么 猫住戏地战士 最听当地话 哎呦 你可能是50后 让我们当气霜 你是60后 566的黑眼珠 那你是70后 就按这个 一点点都能把年代给分出来 那么可是随着时代往前发展呢 70后80后成家立业 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 他不再像年轻时候 有那么多时间 用来应酬啊 用来聚会啊 也没有那么大这种 娱乐消费需求了 所以他们一点点的呢 就会淡出这个消费市场 偶尔的进入KTV 也是 就是为了怀旧 你像我一年 可能去KTV就一两次 都是被动的 同学来了 大伙一块唱个歌吧 一起唱唱罗大佑的歌 唱唱过去我们的时代 老崔的歌 大家去就唱这首歌 就是怀旧 这样的情况 一年当中 我也就能赶上一两回 平常是不会去这些地方的 那么这个行业 年轻人是主力 现在主力消费 挪到了90后身上 可是90后喜欢去KTV